拉客的时候表示收10块钱就行 到了目的地却要收90多块钱 这样赤裸裸的宰客行为 相关部门当然要出手了 据第一现场的消息 有一个女士在网上发布视频 表示说前两天她在郑州北站被人宰了一刀 本来她打算从郑州北站的搭网约车到郑州东站 据她讲她自己都准备叫网约车了 而且她以前走过这道路线 大概30块钱就行 正当她准备搭乘网约车的时候 来了一个司机跟她讲 你到郑州东站我收你10块钱就行 这个女士当时可能也是想贪点小便宜 感觉平时30块钱的路程 这个司机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收10块钱 那得有便宜不占没道理 她就搭乘了这个司机的车 没想到到了郑州东站之后 人家司机跟她说不是10块钱 你是不是听错了96块钱 而且人家司机表示说 人家是打表 人家是正常收96 这个女士一听就火了 她又不是没有走过这段路程 知道就30块钱左右 而且一开始你说的好好的 就10块钱 你怎么到了目的地 就狮子大开口呢 所以女士表示说 你这样吧 我也不给你10块钱了 我平时经常做这段路程 我就给你30 司机当然不让了 双方争执之下 女士表示说她要搭下一班火车 实在来不及了 所以最终她给了这个司机50下了车 但是她是越想越气愤 所以把她在车上和司机争执的整个过程放到了网上 这件事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好好探讨一下 当然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的也就是这个女士 她自己放的视频 整件事情都是她自己讲的 我们也希望涉事司机如果看到视频 是不是应当过来回应一下 宰块的行为十几二十年前挺多的 但是近些年来我觉得真是越来越少了 因为一方面相关部门已经加大了打击力度 黑车越来越少 另一方面咱们网约车兴起之后 很多人是愿意打网约车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怎么讲 网约车它是有大平台的 平台提供各种各样的安保措施 包括车内的监控啊 录像啊等等 尤其是如果真的有网约车司机敢这样 苏苏大开口 一开始要十元 后来要九十六元的话 消费者只要投诉 不但钱能拿回来 而且呢 那个司机一定会得到惩处的 所以近些年来确实啊 咱们这个宰块的行为是越来越少了 而且大城市几乎很少有这种宰块的行为 所以我们一方面呼吁啊 这个女子能不能提供更多的证据 包括那个车到底是私家车 还是网约车 还是出租车 他说他打表了 那么好像只有巡游出租车 他有表 你有没有拍下来他的表啊 把这些证据搜集好 我觉得不管是到网约车平台举报 还是到相关城市的出租车管理部门举报 一定会给予一个满意的答案的 虽然说这个女子一开始有点贪小便宜 你都明知道这一趟车乘一趟三十块钱 人家说十块钱你都上 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构成我们指责消费者的理由 司机愿意便宜 我当然可以占这个便宜 但是你司机用便宜的价格做诱饵 最终欺骗消费者 这可就有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可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让真相慢慢浮出水面 如果真的有人有责任的话 那么一定得好好惩处他